而秋天是旅行臺灣最好的季節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駐洛杉磯辦事處 再次與南加地區的電視台 以及旅行社一夜結盟 於10月份推出 臺灣東部8日慢活遊 行程將由旅遊達人帶領團員 親身體驗原住民文化 採茶與臺灣傳統手工藝等活動 並且品嘗精緻美食 入住頂級飯店 享受一趟悠閒舒適的臺灣之旅 慢活遊是目前在臺灣 最受喜愛的旅遊方式 就是在某個定點 細細欣賞當地美景 品嘗道地美食 並融入在地人的生活方式 而今年臺灣觀光局 就要用慢活遊的行程 讓海外遊客深入了解臺灣之美 我們並不是那種很緊湊的走馬看花 而是每一站每一站 都讓你嘗試所謂的互動式旅遊 就是讓你親身的去體驗 導遊介紹什麼東西 然後每一個東西你都可以親自的去做 帶回家 所以會非常的有意義 一定值得你紀念 然後你絕對不會忘記 我們去了花蓮 我們去了宜蘭 我們經過了九份 我們回到台北 每一站每一站都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而要欣賞美麗的花東海岸線 最棒的交通方式莫過於搭乘火車 像我們從台北到花蓮 我們安排的是所謂的環島之星 然後從花蓮到宜蘭 我們又用接駁另外一個 自強號的列車 然後最後從宜蘭到台北 我們是經過這個東北角海岸 然後我們坐我們遊覽車回來 所以三段不一樣的這個感覺 在美食方面的安排更是別出心裁 整個行程裡面我們最主打的一個 就是在宜蘭有一個櫻桃鴨 除了櫻桃鴨以外 那我們在宜蘭 我們有所謂的國宴 花蓮的部分 我們有所謂的客家料理 然後在台北當然免不了 最有名的這個鼎泰風小籠包 那我們特別安排在台北101 下榻舒適酒店 則能讓旅遊行程 獲得充分放鬆與一夜好眠 飯店基本上是一時之選 在花蓮我們用了一個最新的飯店 三月份才開幕的 那在宜蘭我們住的是那種 每一個房間裡面都有它的湯屋 泡完了還不過癮 你還可以下到樓下去 大眾池裡面去泡湯 那在台北我們就住在台北 轉營站的旁邊 它樓下就是一個購物餐廳 非常的方便 台灣東部八日慢火油 將於10月3日啟程 並從即日起接手報名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打電話詢問詳情